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立一史建立起来的自由学风 面对挑战 坚持发展 不懈进取 为了建设人类的美好未来 立足教育 发展科研 那么让我们来简单回归一下京都大学的历史吧 作为日本第二所国立大学 京都大学创立于1897年6月18日 幕下广次出任首任校长 当年尊重自由研究 自由教授 自由学习的教育理念 奠定了今日自由学风的基础 建校当年的9月 成立了理工科大学 此后 相继增设了多所风科大学和图书馆 以实地研究和实证研究为核心的各项基础研究活动 在这里得到了蓬勃发展 伴随着面向综合性大学的持续发展 我于1925年在大学的本部校区里诞生了 京都大学逐渐成长为一所能够代表日本的研究型学府 可是战争的爆发使这里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战后 毕业于京都大学的汤川秀术 作为第一个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人 重新激励起了日本国民的勇气和自信 京都大学的教员及校友中 共有七名诺贝尔奖获奖者 汤川秀术同窗学友的赵勇振一郎 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辅景千一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 利根川晋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也医良智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 其后 义川敏英 于小林城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伴随着战后日本的重建 大学校区的建设也面貌一新 学校开设了多个科研机构和研究中心 积极推进各项现代科学的基础研究活动 此外 通过在海外设立交流中心 大大的推进了学校的国际化进程 1997年迎来了百年校庆 2004年成立国立大学法人 京都大学不断谱写着新的历史篇章 京都大学一座坚持立足于基础研究 不断激发科研活力 并致力于回馈社会的学术 我会一直伴随在你的身边 京都大学 坐落于拥有1200年历史的古都京都 植根于京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 在重视并发扬自由学风的基础上 培养了一大批创造力丰富 活跃于世界舞台的杰出人才 环抱着京都盆地的 是京都大学的三大校区 吉田校区 宇治校区和贵校区 吉田校区以中楼建筑为中心 又被称作本部校区 在以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 为目标的各个校区之中 本部校区是本科教育 以及基础学术研究的基地 为了培养引领世界的英才 在充分贯彻自学进取的基础上 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积极致力于在早期为学生提供 自由选择专业的学习环境 开学之后 少人数字的小型讲座 马上招收新生开课 利用综合大学的优势 推动跨学科尖端科研第一线的互动教育 你选修了哪个讲座 我选了蘑菇学入门讲座 虽然这不是我的专业 但是我觉得蘑菇栽培真的非常有趣 所以选择了这门讲座 京都大学现在是一所拥有 包括文学院和理学院在内 共十个学部的综合性大学 学校建设中更蕴藏着 许许多多别具匠心的特色 此外研究生院拥有17个研究科 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都开展着最尖端的研究活动 目前全校拥有约640万册长书 其中附属图书馆拥有长书85万余册 以及可供1300人同时利用的阅览席位 和能够享受影像及音乐的多媒体设备 拥有24小时开放使用的学习室 历史展示室将京都大学的历史 通过展示牌、模型、照片和影像等手段 进行着形象而又生动的解说 综合博物馆则旨在成为一座面向社会的公众设施 吉田校区除了文学院四个学部之外 还有理学、工学、农学以及医学、药学院和附属医院 在医学教育和研究领域 我们肩负着推动医疗医学发展 和向人类福利做出贡献的使命 致力于不断开拓高薪领域 挑战尖端研究 医学部附属医院 致力于以患者为中心的开放式医院建设 曾经成功实施了活体肝移植 以及世界首例活体一线移植等 最尖端的医疗移植手术 这里是宇治校区 设立于1950年 如今这里已经成长为一个 基自然科学、防灾科学和能源科学的研究机构 为一体的世界一流技术的开发基地 以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为核心的 宇治校区 在跨入21世纪之后 通过推进各个研究所的有机结合 孕育出了众多崭新的交叉学科 这里的目标是广集各方材质 积极致力于以可持续性社会发展为目标的 尖端科技的开发与运用 2003年秋开设的贵校区 由工学、情报信息学的研究生院 以及产官学联合推进部门所构成 目标是发展成为一所开拓并推进科技基础的核心型校区 通过推进不同学科间的学术交流 以及与世界各国大学之间的国际交流活动 这里正力争成为一所与产业界、官方研究机构 以及区域社会融为一体的无边界型校区 积极致力于开发支撑未来产业的革新技术 和培养拥有创业精神的研究学者 有计划地推动各项产官学联合事业活动 除了三所校区 京都大学还拥有其他众多的研究基地 并展开着多种多样的实地调查研究活动 在动物行动学、环境学等研究领域实施的实地调查 以独创的研究成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此外,我们还充分运用积累的方法和经验 积极推进着更广阔领域的调查和研究活动 在推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学建设活动中 京都大学有很多个项目被全球COE项目采摘 建设起了拥有无与伦比的研究环境 云集世界一流研究人员的世界顶级科技研发基地 人工多功能干细胞 IPS细胞 拥有能为新药开发和再生医学做出贡献的巨大应用潜力 世界首创并设立了IPS细胞专项研究所 京都大学的学生们坚持自由学风 致力于探索学问 为成为建设和谐的国际社会的有用之才 而不断地努力进取 国际交流中心的研究生罗伊来自以色列 他是为了在京都大学攻读 享誉世界的生态学而来到这里的 这位是来自泰国的留学生 多昂拉特 他高中毕业后 考入了京都大学经济学部 京都大学现在有来自110个国家的1600多名留学生 此外 每年有2500名以上的海外的研究学者来访 大学积极推广各项安全舒适的校区建设工作 致力于为学生们提供安心的学习环境 并从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 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支援 此外 除了开设学习生活和研究活动所必须的日语课程外 学校还提供了各种讲座 让留学生们通过接触多姿多彩的日本文化 和现在社会加深对日本的了解 来到日本还不太久的罗伊 他的课程主要以日语学习为主 为将来正式学习生态学打好基础 罗伊可以从前辈留学生以及日本学生们那里 获得很多对学习以及日常生活的有益的信息 对他而言 这些信息都是非常宝贵的 多昂拉特不仅是经济学部的学生 还作为京都大学留学生支援会的成员 参与各类学生活动 不仅在学习上 在课余活动中 也过着积极有益的生活 京都大学的学生们 积极地参加运动类和文科类的俱乐部活动 在这里 每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个性也得到了培养 这里是留学生们的休息场所 Kizuna 在这里 每月都会举办各种体验日本文化的活动 罗伊正在挑战插花文化 除了留学生 日本学生也积极地参与 加深了国际交流 多昂拉特对日本的寺庙神社以及佛格古迹非常感兴趣 经常会留联于京都的大街小巷 享受地道日本文化的乐趣 曾经是日本政治和文化中心的京都 荡漾着一千两百年的历史气息 许多传统工艺和技能流传至今 不只是校园内 魅力无情地古都京都的街市 到处是学习的地方 京都大学的留学生们 就是在这里 边追寻崭新的发现 边享受着充实的学习生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